訪澳行程的最後一天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來到西澳首府城市珀斯 兩國總理在這裡 與商界領袖舉行了圓桌會議 繼續向外界釋放出 雙方未來加強合作的積極信號 這個回合是更加強勁的訓練 我們兩位大國的關係 雙方加強合作 可以將我們復補優勢轉化為 兩國共同發展的強勁的趨勢 而本次會議的舉辦地西澳洲 對於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 目前中國正著眼於 在關鍵礦產和清潔能源領域 進行更多投資 而西澳供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 海雲鐵礦石和鋰礦資源 中國正是其中最大的客戶之一 我們兩國下部在綠色發展 素質經濟等這些新興領域 合作潛力也積極巨大 但當其他西方國家都對中國 在稀土礦產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 表現出擔憂時 澳大利亞也無法只考慮經濟利益 除此之外 十季號在議會大廈發生的一段插曲 也令本次中國總理的訪問引發了更多爭議 曾經被中國關押了三年多的澳籍記者程磊 在出席兩國簽署共同文件的儀式中 被中國官員用身體遮擋 避免他被鏡頭拍到 對此 總理阿爾巴尼斯表示 已經向中國當局表示了關切 我們的官員跟中國大陸發展 表明我們的關押 當你看到拍攝 這是很窄的試試 有幾個人站在那裡 鏡頭的鏡頭 在那裡 在那裡 但反對黨領袖卻認為 這一表態太晚了 但這些澳洲政壇的風風雨雨 對中國總理李強來說 就像是被拋在身後的問題 結束了澳洲的訪問行程後 李強將前往馬來西亞 繼續為中國拓展雙邊關係 SBS中文新聞李鑫蕊報導 回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